刚刚,孟晚舟最新发生 4月19日,华为举行第二十届全球分析师大会 作为当职华为轮值董事长 孟晚舟做了题为出心如盘,分级赌行,供应数字化未来的演讲 孟晚舟认为,数字化将是全行业的机遇 数字经济对全球总体GDP的贡献份额在不断地攀升 预计到2025年大约55%的经济增长将会来自于数字经济的驱动 2026年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支出将高达3.4万亿美元 为抓住机遇,华为将在连接、计算、存储、云等方面保持投入 为客户提供极简架构、极高质量、极低成本、极优体验的四级数字基础设施 携手伙伴共同助力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私化 即作业数字化、数字平台化、平台智能化、智能实战化、供应数字化未来 同时,孟晚舟在演讲中还分享了华为近十年数字化转型的经验 数字化是一把手工程,数字化转型战略是根本 数据这里是基础,数据智能是方向一 数字化是全行业的机遇 4月19日,第二十届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正式启目 此次大会将于4月19日至20日召开两天 据悉,此次分析师大会以跃升数字生产力 加速迈向智能世界为主题 华为副董事长 轮值董事长、CFO孟晚舟和华为战略研究院院长周鸿分别做主题演讲 这也是今年4月1日孟晚舟首次当职轮值董事长以来第一次做主题演讲 在主题演讲环节 孟晚舟围绕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等话题分享了看法 孟晚舟表示 人类文明浩浩荡荡一路从刀根火种到金灯细作 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 再到今天的智能社会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技术创新的每一小步都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跃升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要素资源的重组 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构 以及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关键力量 孟晚舟援引华为智能经济研究报告表示 数字经济对全球总体GDP的贡献份额在不断的攀升 预计到2025年 大约55%的经济增长将会来自于数字经济的驱动 全世界都在拥抱这个机遇 170个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制定了各自的数字化的战略 2026年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支出将高达3.4万亿美元 这是整个产业链的新南海 无论是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 还是那些支撑数字化转型的企业 都会面临巨大的市场空间 孟晚舟表示 数字化技术将驱动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 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孟晚舟表示 面对这样的数字化机遇 华为将在连接、计算、存储、云等方面保持投入 为客户提供极简架构、极高质量、极低成本、极优体验的四级数据基础设施 围绕着数字化 华为在基础软件领域持续创新 目前华为已经发布了欧拉、鸿蒙操作系统 地生编译器、高丝数据库、深丝Air框架 同时还将OpenO拉 Open鸿蒙贡献给了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期待通过软件开源来实现产业生态的繁荣 同时 华为战略研究院院长周鸿博士在主题演讲中表示 在走向智能社会的过程中 可能有超过百倍 甚至千倍的信息需求增长 现有的很多理论和技术已经遇到瓶颈 难以支持未来的发展 因此华为积极推动科学假设与商业愿景牵引的创新 在通信上大胆探索有别于相农定理的前提条件和应用场景 在计算上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的目标定义 提升正确性、适应性和高效性 二、数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程 在主题演讲中 孟晚舟认为一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 将是沿着四化方向去前进的过程 即作业数字化 数字平台化、平台智能化、智能实战化 为此 孟晚舟以华为近十年数字化转型为例 给行业进行了经验分享 孟晚舟表示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数字化转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百转千回才能见到曙光 以华为为例 华为自身数字化转型也经历了从起步到出具规模 再到行业领先的过程 和很多企业一样 我们也面临了同样的困境 这个困境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数字原生的企业 孟晚舟说 华为通过一系列的管理变革 以数字化的方式 数字化的思维及能力重构了华为的业务 孟晚舟认为 数字化转型战略是根本 数据治理是基础 数据智能是方向 数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程 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会面临一场深刻的复杂 在系统革命 孟晚舟说 没有愿景的牵引 没有文化的匹配 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解决方案 是不可能产生价值的 因此 他认为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并不在于数字化这三个字 更重要的是变革意识 数字化转型要对准的不是数字化技术 而是要对准战略方向 支撑战略达成 实现既定的商业目标 这是数字化转型的起点 也是数字化转型的终点 同时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企业引入新的技术 使用新的装备是必不可少的 而这只是实现手段 孟晚舟认为 只有通过对数据的科学治理 数据在企业内部的流动 才具有意义 不同维度的数据汇集在一起 才能创造新的价值 孟晚舟举例 今天的华为 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 大多数都已经入库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业务和财务能够实时共享 同一套数据源 并且基于这同一套数据源 基于自身的管理需求和管理侧重 去做延伸应用的开发和迭代 显然 数据正在成为生产力 在华为近十年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作业数字化 数字平台化 平台智能化 智能实战化正在实现 小问题自动决策 自动执行 大问题推送分析辅助决策 它表示 作业数字化 数字平台化使得数据清洁 透明 聚合 这是转型的基础 平台智能化 智能 实战化 使得数据随需 易懂 有用 这是数字化转型的深化 我们预计到2030年 全球连接总量将突破2000亿 同时 企业的网络接入 家庭的宽带接入 个人的无限接入将迎来万兆连接的时代 通用算力将增长10倍 而人工智能算力将增长500倍 孟晚舟称 最后 孟晚舟表示 数字化的历程必然是波澜壮阔的 我们在岁月流转中看到了生生不息 在风起云涌中进行坚热很久 慢慢征程开启长路未必遥远 在痛并快乐的过程中 唯有充满任性和指争朝夕的体魄 才能在这个大时代渲染一份前所未有的斑斓 3.孟晚舟于4月首次当职董事长 今年3月28日 华为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成员 并确定副董事长徐志金 胡后坑和孟晚舟为轮值董事长 今年3月31日 华为公告 根据公司轮值董事长制度 2023年4月1日到2023年9月30日期间 由孟晚舟当职轮值董事长 轮值董事长在当职期间是公司最高领袖 主持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常务委员会 依照公司治理章程 我们是体制的接班 制度的接班 从来都不是个人接班而是集体领导 华为不把公司命运细于个人身上 而是一张蓝图画到底 公司的治理章程已经明确了轮值的职责 我和其他两位轮值董事长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会按照规则旅行 在华为2022年报发布会上孟晚舟如实说 孟晚舟表示 华为进入全球170个市场 我们的每一位员工都会根据工作的需要 以及工作计划来安排正常出差 我和我的团队都在工作中终成履职于我们的业务 服务于我们的客户 此外被问及个人事务 孟晚舟表示 随着法官批准检方的撤诉申请 我的个人案件 加拿大引渡案已经划上了句号 根据官网介绍 孟晚舟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 说是1993年加入华为 历任该公司国际会计总监 华为香港公司首席财务官 账务管理部总裁 现任华为副董事长 轮值董事长 公司CFO 华为官网称 在他的带领下 华为财经已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财经组织 为华为公司打造了坚实可靠的经营底座 助力公司在新时代下的战略实现 以上内容源自彭果资本会公众号 你对孟晚舟所讲有何感想 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感谢观看 留言并点赞